外國商會其實就不是現在,我想差不多4-5個月前, 他們盛任很多外國人,他們很擔心譬如說, 外國很有趣,可能他們給我打針, 他們就不擔心中了,他們反而最擔心, 如果我檢測之後,是有家人有陽性, 尤其是有小朋友,而他要分隔開的小朋友, 他不可以接受,就算本地的香港商人, 他們以往其實都會飛很多, 這批都開始覺得,這樣搞得無料期, 今次特首都回應了, 其實我相信很多商界香港那批, 其實都不是說你要降低門檻, 因為降低門檻這件事就不行了, 因為你要繼續跟內地開關, 你不能降低門檻, 但最少看齊, 你們一班同事跟特首,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用這個字, 算不算是施壓遊說, 我自己一向都在跟特首談這些問題, 我對商界的關注, 一向都在跟特首表達, 所以肯定伏手是知道我們自己的看法, 但我們絕對應該不是一個, 不是所謂報章這樣說法, 什麼逼供那些, 不會有這種情況, 很早期一早就覺得全民檢測這個, 整個行動上是很難做到的, 因為我們很多配套什麼都沒有, 都不做到, 他一早就說不做, 但後來我想太多聲音了, 是有政治壓力的, 因為為什麼很多市民都想要開關, 市民反映整個政治生態, 是有的, 但我想政府可能會考慮到, 就是那個技術性的問題, 做不做到, 我怎麼做, 你是不是可以都比較確實說, 其實不做的了, 不用暫緩, 大家不用想的了, 我想短期內一定不會, 短期內也一定不會, 等… 筒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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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… 筒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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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